还记得2017年年底的时候 在赵丽颖和杨颖这两位之间的那场无硝烟的战争 当然是有关于这两人在广告代言上的各种争夺 虽然这一场有关于迪奥代言的争夺只是暗地 但是粉丝们仍旧不曾停歇 当赵丽颖被迪奥在官方微博上公布成为中华地区代言人之后 这场在赵丽颖和baby之间的粉丝思战就此打响 特别是当赵丽颖穿着迪奥的服装拍摄宣传照的时候 baby总能按戳戳的来一次撞衫 不得不说的是baby确实是赢得一筹 因为本就是模特出道的baby在拍摄各种宣传画报和杂志封面的时候 感觉还是比赵丽颖好一些的 而且赵丽颖虽然人气极旺 但仍旧还是没办法挑大量迪奥的宣传 因为迪奥的宣传还是需要用英语进行宣传口播的 可是这对于赵丽颖来说应该算是一个难提防 所以当赵丽颖的宣传视频被迪奥官微发出的时候 评论区中可以看到的都是有关于赵丽颖的吐槽 特别是来自baby粉丝的嘲笑 更是数量和口气都不善 没想到的是迪奥官方给出的态度 竟然会是直接在不久之后将这条宣传微博删掉 而且没有给赵丽颖粉丝任何相关的说明解释 就在近日上线的宣传片汇总 有着刘伟时髦女星出镜 并且被迪奥官方承认为六位大使 只是很奇怪的是 这六位大使中有霍丝燕 景田 王子文 张慧文 还有芳华中的苗苗 肯定有baby压轴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35秒的视频中 baby一个人站去了10秒钟 结果还没有赵丽颖的出现 所以赵丽颖是被迪奥遗忘了吗 这样的过河拆桥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